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现在 王浩每天都端着他的智能灯 到处给人做演示 讲述自己的技术创想 他认为这个可以通过手机控制的智能灯泡 不仅会改变人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同时他也在帮助自己一步一步地接近梦想 就像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载体 把我们的想法传播出去了 让很多人产生了共鸣 OK 那这个时候这种心理上的共鸣 产生的这种认同感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满足的 就好像看着大家去理解中国创造 创造优秀的中国科技产品 是王浩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的梦想 而当他留学美国 决心回国创业的时候 他更加确信 自主研发领先世界水平的高科技产品 并不是一件难事 我们确实在公开场合 经常性地提说 我们从来没有把美国的产品放在眼里 不是因为我们不尊重他们 而是因为实实在在客观地讲 我们没有觉得他们在这一次的 新的产业里面有任何的领先 王浩之所以有这样的自信 不仅源于技术宅 可以拯救世界的人生信条 更是因为他拥有一个强大的技术团队 负责产品硬件的吴天际 曾在中学时代就被当作天才发明家 保送进入新华大学 后来又在美国加州大学 公渡博士 负责产品软件开发的李隆毅 在加入这个团队之前 已经在全球第二大软件公司 代言工程师 而其他团队成员 绝大多数都毕业于名校 要人开玩笑说 王浩的团队 连拧螺丝的 可能都是青花的高菜生 用一个更先进的技术 来达到一个更高的品质 这就是我们本身所追求的东西 2013年的春天 全球资本开始从传统的互联网领域 转向新兴的智能科技产品 随着资本的流入 智能家居也迅速热了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是我们是有机会 来做一个好的东西的 并且这个东西是完全能抓得住的东西 就是它是直接卖给消费者 我真的把东西做好 就会有人来买单 这一年的八月 王浩与团队研发出了这样一支 可以了解人们生活习惯的智能灯泡 当这支灯泡被安装后 与网络进行连接 就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 它可以根据你的地理位置 在你回家之前就自动打开 还可以根据你的作息时间 和不同的生活场景 提供不同的照明方式 这一切的服务 都只是基于一个 看不见的云端智能控制 这套智能家居产品已经推出 立刻引起了行业的关注 美国一家权威杂志 把王浩的团队 评为中国十大创新团队第七名 而与他们同在名单之中的 大部分都是行业巨头 随后美国商务部副部长 莱华访问时 还特别会见了王浩 与他的团队 其实他也很好奇 这样一个公司的成长轨迹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内心深处 也有一些些的好奇和恐惧 这个词可能不一定准确 但可能会有一些好奇 因为会觉得这个速度是 这种势头是非常好的 这种速度可能非常可怕 因为这是一群有过高等教育的这么一群人 然后从来没有把国家间的隔阂放在眼里 就会觉得这是个好东西 中国美国随便卖 创业之初 王浩与团队一路凯格高纵 可以说占尽了天使地利 但是在此之后的整整一年 王浩与他的团队却一直在迷亡和困顿中 找不到出口 就智能家居这个事 反正大家的印象中仍然是只有别墅 或者只有像比尔盖茨他们家 才可能能装上这样的东西 所以大家依然没有觉得说这个东西离自己很近 第一代智能灯在推出之后 购买的人群大部分只是一些科技玩家竟然对手而已 这个时候王浩才意识到 在中国创业 做一个新的产品 最大的难度并不是技术 也不是生产 而是普通的消费者到底买不买账 可能不自觉的大家就会说 这是一个清华团队出来的 这是一个做技术出身的团队 这是一个技术怎么怎么样强那个东西 一般这样的媒体报道的背后 大家就会有种感觉是 OK这个东西是一个看起来很酷 可能是一个概念产品 然后离我的生活很远 所以反而是说消费者并没有觉得这东西好 就在王浩为打开市场一重莫展的时候 一些找上门希望合作的外贸代理商 给了王浩一点希望 功能就修跑 功能我不需我永远不知道 对 就说这个事 这边外贸这个事到底是不是我们想做了 反正我本能上觉得这个事 就比较低端 就不像是那个 当时最初做这个事的一个初衷 因为咱们做中国的市场 还主要是就是想给老百姓提供自己 就是能够想到的最好的这么一个服务和产品 所以在里面好多 其实咱们好多成本都是不计成本 去年比如说类似这种代理商也好 或者是那个什么国外的贸易商 咱们就直接根本连回都不回 就直接特别坚定根本不理他们 但是现在呢 比如说预计到可能今年四季度 要出去再融资 就财务货板上压力显然是存在的 至少从我这边吧 我出去谈 从我出去谈的角度 我需要一些财务数据上的支撑 当然这个支撑如果说是咱们的牌子 这个支撑显然更好 反正我觉得是说 如果一开始 如果完全没有品牌的话 关于这个东西要不要做好 就是没有必要做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对吧 就是你要你是为了把它做便宜 然后你扩大这种空间 就变成怎么想把想法把这东西做便宜 做成 当网浩把这个想法与其他两位合伙人商议时 却遭到了反对 因为他们当初放弃国外的工作 回货创业 就是想做自己的品牌 不想贴别人的牌子买东西 我们自己的产品 我们希望控制住他们 然后了解大家对他的反馈等等 不希望完全像是做出个产品就洒出去了 就是随便甭管好用不好用 反正买的人越多越好 我们不希望做这样的工作 作为团队的领袖 只有王浩自己最清楚公司的家点 现在公司的运营资金 其实已经诸如今见诸了 我们那天那几个人去吃 真的就去吃煎饼 然后跟老板说 这几个煎饼都加海带 最后一算 大概可能是21块钱 几个人把兜的钱都拿出来 凑半天凑出来的20块钱 然后就真的穿得就很一般 很学生那样的 然后那个煎饼套老板就说 看你们几个穷学生 海带送给你们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这个可能和那种 想象中创业 特别有钱 特别自由 可以到时候打高尔夫那种感觉 非常非常不一样 但真的很真实 为了改变现状 王浩开始去寻找一些地产商 希望能把灯 装到一些样板间 和一些精装修的房子里 让老百姓慢慢地接受 然而当他试着 去推开这扇门的时候 却被浇了一盆冷水 然后那些人 据说后来他说是 一上来就先喝三杯 然后那时候他就基本不行了 然后后面的事 他就不知道了 说什么 那事没叹成 应该是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他酒力不太行 根本还没说什么 就倒了 看着这繁华夜景 王浩有一些略微的感伤 他一直信仰 技术可以改变世界 但是这个时候 技术却没有办法 帮他改变现状 我们发现有很多因素 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因素 也就是这个东西 到底能不能让消费者用上 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了 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 很强烈的无助感 先打 那这些人就符合这种的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再沉淀 再往上去 他们多买的时候 棉策层会上升 2014年6月 王浩突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在三个月后 推出一款性能更好的第二代灯泡 直接打入传统的家居市场 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希望面向的是 类似于装修这样的主流市场 所以很多时候 就大家不会在春节的时候 去装修 所以夏季 秋季是大家装修的 比较黄金的季节 所以一定要在九月份 这个时候推 才能赶得上今年的装修季 让他们觉得 是合作品牌的硬件 这其实是王浩 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考量 如何能够打开市场 还是需要依赖更好的科技 做最优质的产品 与其是说你做了一个 世界上最聪明的灯 不如说去告诉他 这个灯 就即使不告诉他智能的功能 让他也是一款性价比 非常高的一款灯 完成这个目标 执行难度几乎不可想象 因为三个月内 王浩与团队不仅要完成产品设计 更换产品包装 联系新的生产厂家 还要研发新的手机应用软件 而这些是一个成熟大公司 整整一年的工作量 这就是一群 这就是一群恶狼 就是那个吃的 就是死也得追上 他就必须得吃上 要不吃上就死了 2014年9月1日 是王浩对外承诺的最终发货日期 也是这个团队 能否成功突围的最后演证 现在负责开发软件的李龙翼 每天最多只能睡四个多小时 因为他不仅要研发出 十个新的应用功能 同时还要保证 原来一些旧功能的稳定性 这就像是给一辆 正在高速行驶的汽车 修理零件 这两个月是工作以来 最最艰难的两个月 因为这两个月做的功能 比之前要多太多了 而吴天际带领的硬件开发团队 面临的挑战则更为严峻 因为更换了灯的外观设计 原先用来接收信号的外置天线 不能再放到新产品中了 从信号的角度来说 外置的天线显然信号要好 因为它更广阔 你把天线立在外面显然 信号会更好 但是外部的天线 有可能会影响光照的情况 所以我们最后选的一个方案 是说我们把天线放在里边 它的测试结果 是最接近于外置天线的 但是它能够获得 最好的照明的情况 对于吴天际而言 完成这个任务 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因为他还要把后面的时间 留给王浩 让他安排生产 这已经是吴天纪第20次 来到这里测试新的内置天线的信号强度了 行 好 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行 我先测正面吧 就是针对着你的方向 好好 开始 我把电打开了 一分 我来测一下向下 你现在的位置大概是多少 跟刚才那个灯 是相同的方向性 我发现 OK 我觉得就是说明 这东西方向性好像还挺强的 不过这一个好像明显不太行 这个距离实在是整体距离太近了 行 是向上了 这意味着吴天际 还得重新做解决方案 王浩联系的产品包装 马上就要运到北京了 在此之前 王浩必须先找到一家 可以更换包装的工厂 为了节省物流运送时间 所以王浩决定 就在北京的郊区找找看 来之前这里的工头告诉王浩 他们那里有三间厂房可以提供 工人们也可以从附近召集 但是实地考察之后 王浩的心里亮了一大景 OK 然后桌子什么的呢 没有 桌子都是我可以找 可以找 OK 这天早晨 王浩同时得到了两个消息 吴天际终于找到了 最佳的天线解决方案 而另一个消息是 已经联系好的生产厂家 无法按照约定预期 采购加工采用 然后应该说当时第一是脑袋 嗡了一下 然后第二马上就冷静下来 就说OK 现在问题已经出现了 并且已经还有大概十几个小时 就要开机去贴片了 怎么解决 我们有哪些可能的解决方案 所以一方面的是 杨子继续沟通厂商 首先明确这事是谁的责任 是谁的责任 就让他知道这是他的责任 他要对这个事情负责的 第二解决方案有哪些 可能不可能有其他替代的供应商 距离产品发货日期只剩下十天 能不能按时开机生产 产品的外包装 能不能按时运到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时候 王浩一脑门子的官司 他在读 也在等 今天产品的外观包装 终于顺利到达北京 王浩决定索性 就直接在办公室铺开流水线 把原先库存里第一代灯的外包装 先更换掉 理论上 更换包装 应该是在生产流水线上 直接完成的 但是这一次 为了避免运送包装路上耽误时间 所以王浩采取了 把产品直接空运到北京 在办公室完成包装 配送发货 按照发货日期倒退 王浩的工作 已经在按小时计算了 此时李龙逸 还在对软件 做最后的调试 谁都知道 这个没有按时发出来 这就是对于公司来说 一个重大的事故 就在几个小时前 小批量的货物 终于到达北京 黎明前的黑暗 总算熬过去了 但是王浩依然不敢松心 再下一个就是市场 能不能靠这个灯 进入我们希望进入的市场 能不能靠这个二代的灯 去达到我们预热的效果 为下一个产品牵四季 发布做好准备 这个事不到四季度 应该都是看不到 看不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家住北京通州的刘先生 在网上看到了 王浩推出的第二代灯泡 他先买了一款 试用了一下 这次想大批量的更换掉 所有的照明 于是就联系了 王浩 做的还是至少在国内 我看到的是独一份 所以我就 就我们新家装修的时候 就希望能把所有的这个灯 都替换成他们 现在王浩与他的团队 已经能做到每一个星期 就能推出一款新的智能家电了 但是在这一季度的工作总结中 王浩仍然意味深长地写道 希望明年此时 作为一个创业公司 我们依然活着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状态 就像是在一条高速公路上一样 然后这是一个只有入口 没有出口的高速公路 你能看见远处的山 但是具体这条路上 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这条路会是什么样的 其实你完全都不知道 也许这就是 这就是生活吧 就这种不确定性 才会让你的生活更充实 然后才会有那种刺激的感觉 我觉得这就是创业吧 只有感慨 当初的梦 被嘲笑的梦 琢磨的火中 尽为我的烂 你让我的烂 终于开始选择了漂泊 终于不会去在乎结果 迎着风 奔去的夜车 只在乎一步的景色 终于爱是选择了奔跑 永远不会再回首围角 那些空留下的乞讨 每在乎遇到夜车 就能量 被烂 都能量 至最后 在乎obil it 而且